好,大家安安,我是魚人 本期呢我們要來聊世紀帝國2決定版的文明介紹 本次我們要來聊的是法蘭克 法蘭克在官方的定位是一個騎兵文明 但實際上法蘭克他的軍營文像科技也是齊全 所以他除了騎兵之外他的軍營也是可以玩 就是他算是一個騎兵與步兵的綜合文明 他的第一個加成是城堡便宜25% 這可以使我們看到的法蘭克他可以更好插城堡和把剩下的物資去蓋市民東西 就是他這兩個選擇都是可以的 就是法蘭克這個便宜城堡25%這件事情 可以讓他的城堡蓋的位置上來講變得可以較為多遠一些 因為正常1對1的賽局實際上可以蓋3到4種城堡 而法蘭克這個25%見面等於他可以再多蓋一棟 就是對他來講他如果真的想他可以蓋到5棟 在1對1的這種小型土壤當中他蓋到5棟城堡怎樣問題不大 只要前期不要被壓制太嚴重導致可能差建塔或差一些防禦建築蓋比較多的話 不然的話正常情況下法蘭克1對1賽局蓋4到5棟城堡的石頭量是神的 可以弄得出來的 第二個是從封建時代開始他的騎兵的生命值提升20% 這我印象都和法蘭克早期的歷史有關 就是他們早期貴族領地較多 然後貴族會訓練大量的一些算是正規的騎士人員 所以他有這兩個加成 就是一個特別的加成 接下來他的模仿的科技是免費的 這可以讓他的食物的一些資源或許會變得方便一些 但正常情況下你如果是玩法蘭克 以正常遊玩的情況應該還是先吃養合住 然後看有沒有要列入 而這三個可能你都吃完了 因為他下面有個什麼 薑果採集的效率提高15% 所以你現在可以考量採薑果比起種田 因為我印象 種田的收益要在你研發了那個叫 多人車就是有個市民中心的第一項科技吧 就是除了織布術之外 這個輪軸技術 就是你要研究輪軸技術之後 村民的農田採集效率才會贏過江國採集 尤其還是法蘭克這種已經提升過效率的江國採集 就是因為他有提升效率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拿一般的村民來換的話 可能你種田會好一些 但畢竟前面缺物質 就是你缺木材 種田還是需要消耗木材 所以對於法蘭克來說 應該還是吃完養豬 然後看有沒有要列入 這三個都吃完 你應該是先採薑果再來開弄田 會比較好 特殊科特殊單位的部分是植物品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有射程的近戰單位 那射程我應該是四個吧 研究道沟斧好像是五個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看城堡石再來提值 特殊科技有兩個 第一個是道沟斧 第二個是騎士精神 我個人認為道沟斧的射程可以再多給一點 我覺得給一點還是有點少 不然的話你就是讓他精銳的支撫冰 他的射程可以再遠一些 不然的話我覺得現在支撫冰的射程我覺得是略短 然後他生命值和傷害我覺得是偏低 就是這幾個至少改一項我覺得 支撫冰在版本上會出現的比較多 但現在是相對少就是這個植物兵比較偏吉祥物 特殊科技的另外一個是精管 他是騎士精神 這兩個科技實際上是有顛倒過的 因為在先前有一段時間的版本 法昂克他的騎士 因為這個騎士精神的這個馬就訓練速度提升了 導致法昂克他可以藉由更多的騎士去壓穿不少的文明 包含少部分的我們看到中東和印度的這種駱駝文明 法昂克他可以靠騎兵壓穿他 這就是當時說太強然後後來被下修 所以現在他的這兩個科技是倒過來的 他的以前的銀貫科技變精管 精管變銀貫吧印象中 但他這個鍵位好像還沒改 就是他的D和F吧 就是精管和銀貫的那個位置的快捷鍵好像沒有改 現在好像還是反過 就是時代變遷了 但科技的那個案的位置沒有改 這可能要看官方未來有沒有調整 我印象先前往還沒有改 就是你如果習慣用快捷鍵點 他銀貫和金貫的那個孫吉亞按鍵還是反過 團隊加成的部分是騎士視野加爾 我印象正常的騎士視野是4點 多這兩點是也可以讓騎士更好的預警 一些單位的騷擾 雖然說奴兵單位的射程 正常情況下在 城堡時代他就大於6格的視野 但你多這兩格的視野 你可以更好的判斷有些建築物後面有沒有躲地 或者是繞過某一些建築物 這算是一個 我覺得以法蘭克這種騎士文明來說 他這個加成是蠻強大的 兵工廠的部分他的科技還蠻齊全的 有封爐有鐵鎧甲和板甲 雖然說齊全是指這三個 因為法蘭克的射箭場原本就很殘缺 所以我反而對這兩個期待性沒那麼高 因為他沒有三級射和三級攻兵防 其實不止之外他三級馬防 步兵防和我們看到的近戰都有 可是這兩個沒有到那麼的感到不悅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射箭場 射箭場是長這樣 就是你沒有三級射吧 我覺得也沒有到差異那麼多 雖然沒有三級防對於戰毛手 可能影響幅度會比較大 這個不否認 就是他沒有三級防 我覺得對於戰毛手影響幅度是比較大 但剛好先前的幾個版本在消攻兵啊 所以剛好法蘭克都沒消到 就是因為法蘭克不玩攻兵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軍營的部分 他這次的軍營科技剛好都有拿到 就是他有拿到軟甲 所以法蘭克的步兵體系是完全可以玩 只是沒有加成 而射箭場的部分剛剛講的他沒有三級射和 我們看到三級的攻兵防 所以他整體攻兵線 就是射箭場的科技線是不太能玩 而且他的馬攻 剛剛講的他少這兩個 這一個單位是基本完全不能玩 玩起來可能比英國馬攻還爛 就是比不夜店的馬攻還爛 所以不建議玩 雖然可以玩火槍啦 但火槍少三級防我覺得影響幅度蠻大的 所以看官方願不願意給個三級防吧 我覺得他比起三級射我覺得三級防 對於法蘭克的射箭場影響幅度會比較大 而他雖然有奴兵啦 但他沒母子環 所以你法蘭克如果前期打算玩小弓是可以的 但上城堡時代你就得轉 因為你的城堡時代像現在奴兵的成本上漲 你轉的成本會高滿多 其實他沒有母子環 所以你法蘭克基本上的射箭場體系就斷在城堡 你帝王時代基本上不可能在玩射箭場的單位 除非你真的要反制對面的弓箭的時候 你慘一些戰謀兵 不然的話正常情況下不太會在玩射箭場 馬舊的部分他沒有匈牙利輕騎兵 我覺得比較可惜 然後他沒有品種 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這個封箭時代開始 騎兵的生命提高20% 這使部分的法蘭克玩家在早期會有一個戰術 就是三隻石猴前鴨 加上你開局的那隻赤猴 他會拉三隻赤猴 然後可能配合裝甲兵吧 就是他會有一個搭配的戰術 殺傷力還蠻高的 因為他多這20%的血量實際上 在赤猴對嚕的一個優勢上是有的 就是赤猴打赤猴他實際上還是有優勢 但缺點呢就是 隨著對面如果他也是馬國 他真的給他擠出品種的情況下 實際上你的赤猴就沒有那麼優勢 可是有些國家他是可以應幾品種 只要他品種點上去 你的赤猴45點血再加20% 那你實際上也多不到哪裡去啊 因為你就多幾點血而已 就多挨個一兩刀的狀況 和這個加20點血比起來 你那20%血量真的不足為據 所以對於法蘭克來講 他的赤猴在現在的版本 也不適合玩的情況下 你還不如玩裝甲兵 就是你玩裝甲步兵 然後配件他會比較強 然後騎士的部分比較特別 他的品種是加20點血量 但法蘭克這個是加20%血量 所以他在參寶時代 他的騎士就馬上有品種的效果 他可以省下一個品種的費用 讓他至少可以產到兩隻騎士 就是他可以省一個品種多兩隻騎士 還是很划算 甚至他到後面 他隨著後面重裝騎士的游侠升級 他這20%血量的增幅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應該是等同品種的效果 到後來略贏過品種 144點血量 到最後192點血量 遠超其他有品種的游侠 12點血量 而在這遊戲大家都知道 應該你玩過世界帝國2應該知道 這遊戲的游侠有多強 而法蘭克就是以游侠有名的一個文明 所以他在有一段時間的天梯 我印象他都是第一名的位置 除了有一段時間 當時有像立陶宛 然後還有像草原騎兵 就是那個時候庫曼 庫曼草原騎兵太強 然後立陶宛出現 以及還有一個是 先前那個叫做柏根利 柏根利有一個版本 有成功把法蘭克打下來過 就是那個時候他經濟加成太強 所以法蘭克這樣他一路走來 我印象都是第一名 就是以天梯勝率排行榜 他通常都是第一名或前五名 他很少疊出前五名 就是他的這個游侠強度有多強 相信大家可以從這樣說實上可以理解 工人器具製造所部分科技沒有那麼齊全 因為他就沒有中型衝浪車沒有中型投資車 但他有火炮和中型投資車 至少有火炮在反制某些國家的重型 就是我們看到工...建築物上來...就是... 不是建築 工人器具上來講會方便一些 因為火炮對大多數的工人器具都有很多的加成 就是額外的傷害 而在正常玩的情況下 那二代拿來反制我們看到的巨型投資車算是比較常見的狀況 就是如果對面拿巨頭拆你加成包 你有火炮去打擊對面的... 呃...巨型投資車是最方便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碼頭的部分 他的碼頭科技算蠻齊全的啊 就是後期少一個造船員 他算是可以玩海戰的文明 就是沒有金威火炮船 但整體是可以玩 只是收益上沒有那麼強 畢竟那些有海權加成的文明普遍是比較強勢的 就是比起法蘭克的這個科技線來說 就是他有重型火戰船 我們看到的重型爆破船 重型弩炮船 但法蘭克他的問題在於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他的弩炮船會弱一起的 就是他可以玩他沒那麼強 大學的部分他少了火箭技術 少了魔防水車 少了大型箭塔 以及我們看到的火炮塔 但至少他有建築學 就二級建築學的工程師這些科技 讓他至少在工程上不會太劣勢 而防守上畢竟還有劍俠槽存在 然後配合他那個25%比較便宜的城堡 在防守上你只要願意蓋城堡 怎樣整體收益還是有的 城堡的部分 他的城堡主要點是成本便宜 他打了25%的費用折扣之後 我印象是488吧 我印象他的石頭消耗量 雖然說沒有到非常便宜 但這25%的減免在一對一的圖當中 你至少可以多蓋到快一洞城堡 就是他這個省是可以省得出來的 就是正常國家可能你只能蓋石洞城堡 而且這石洞城堡可能是 隊員沒有拆過你家城堡的情況下 你勉強可以蓋得出石洞 但法蘭科是那種 雖然別人只能蓋石洞 那我考量要不要蓋第五洞的這種情況 對於法蘭科他算是一個 呃...城堡便宜打折 是有好處的 而且他又為敵 然後剛剛講到那個 所以他城堡這樣不弱 就是缺點就少了三級射 對於防禦來講可能會夜視一點點 但也就一點點 少一格射程沒有想像中有那麼嚴重 好 而知府兵他算是一個很強大的投資單位 然後先前我印象他有經過一些微調 但我覺得還是有問題 第一個點就是他的射程 誒?他射程先前有改過 可是像他以前射程沒有那麼多 可是像他以前射程好像死 現在變成三點 就是他的一般現在精銳盒那個 他有做一些調整 那我可能剛剛講有些內容上可能有一點變化 可是現在他知府兵 我覺得就攻擊率低啦 感受上來講 因為60點70點 大家可以看到... 呃... 一般的雙手兼兵也是70點血量 就是攻擊率少一些啦 然後攻擊速度好像慢一點 那就是... 目前來講知府兵我覺得就射程 我覺得射程可以再多一 雖然... 說... 5點的射程已經會配合到勾服 5點射程實際上已經不算短了 但傷害我覺得是偏低的 8點傷害 而且是近戰傷害 對於... 不少國家的單位實際上 主擋效率還是有點偏高 因為他射的距離不遠 然後... 傷害上不算特別痛 以近距離傷害來說 雖然他可以很好拆除一些衝鋒車 因為有些文明很喜歡用衝鋒車 當做一個前排肉盾 你如果在... 之前如果你有... 在玩那種偏野團 實際上很多的... 玩家會拿衝鋒車當肉盾 就是像英國或我們看到一些公兵文明 像先前我們有提過的像伊索比亞也是 就是... 他會習慣用衝鋒車當前排 而法蘭克的直火兵他就很好的 可以躲在房子裡... 房子的內側 去拆除這些... 工程器具 算是一個蠻強勢的單位 尤其現在... 他看起來血量和三尾... 前幾個版本可能改動有調整到 我沒注意到 就是... 有做一些調整 但我是覺得還可以再調 因為現在直火兵 比起他的遊俠來說還是太過吉祥物了 而且造價也不算便宜啊 55個15個25個黃金 比... 生玩科技的... 劍有... 要多10個15個 這我覺得還是希望可以再調一些啦 然後... 沒有... 呃... 兵工學 就是沒有工兵的技術 然後... 有真兵技術間諜 就是有圍牆 所以他城堡實際上就是少一級射 好... 修道院的部分 他沒有救贖思想和蘇瑞思想 這讓他的僧侶基本上就是防禦單位啦 你不要拿他的進攻 畢竟... 對面的僧侶... 可以找你的僧侶 所以你的僧侶本身來講沒有那麼強 而且... 法蘭克本身是以... 當主體的 大家實際上還蠻怕... 僧侶文明的 因為你... 一對一賽軍 你總不可能去點一端邪說吧 正常... 像我說... 正常玩家... 我們... 不要講什麼... 腦子正常這種... 可能帶... 誤辱性詞語的說詞 正常一對一的情況下 你真的願意 折一千的黃金 去點一端邪說嗎 像我自己玩一對一的場合 實際上一端邪說 根本不會去點 除非對面真的... 就是... 頭鐵已經開始產生女了 就是他已經產十隻生女 站在你門口 然後跟你講說 你有種不點一端邪說 就是... 除非遇到像這種情況 不然的話你... 你不會去點 就是這個科技 除非對面真的是 慘了一堆生女在人家門口 不然的話這個... 一端邪說的科技 在一對一賽局 不太會有人去點 而法國本身 也算是蠻怕生女的國家 因為... 你的主力是騎士 太容易被招惹了 然後其他科技... 正常情況下 法蘭克不玩生女 正常情況下 除非對面玩 但對面如果玩生女 你拿戰寶手和步兵去跟他換 會比較大聲 畢竟點一端邪說 我覺得還是太貴 其他科技... 經濟的部分 他... 沒有... 雙人聚和工會制度 對啊 法國經濟能力 理論上該有工會之固啊 那個... 有點過分了 哈哈... 法蘭克竟然沒有工會制度 然後他沒有菜石 這我覺得可能是平衡 畢竟法蘭克的城堡 顯易25% 所以沒有... 彩石可能是合理的做平衡 然後他有彩晶和... 我們看到的... 有二級彩晶啦 然後有三級的輪根 這個科技畢竟是免費的 你可以省下... 蠻可觀的一筆費用 在城堡時代前都算是有省下來的 帝王時代可能250的食物250的木材沒有那麼多 然後... 沒有二級彩晶嘛 然後沒工會制度我覺得怪怪的 然後也沒有雙人聚 但這樣... 以目前... 呃... 法蘭克的整個固執線來說 他應該是法蘭... 呃... 法蘭西任務 並不是法蘭克的 就如果以... 整個遊戲的... 具體故事關的時間之後 他應該是屬於法蘭西那邊會比較接近 比起法蘭克 因為後來法蘭克的帝國... 被分裂嘛 就後來... 如果你們有學過... 西方史 應該都知道法蘭克後來分為法蘭西 然後... 我們看到的... 東法蘭克 西法蘭克 然後還有個... 東法蘭克 但後來... 經過細分之後 他想是拆分成多個聯邦 而除了法蘭西有... 確切保留下來之外 東邊的幾個... 王朝就是後來... 整合成我們看到神聖羅馬帝國 然後少部分就是往... 西邊義大利那邊 就是變成義大利王國前生的那幾個... 算3D國家 就是... 往偏羅馬那邊靠... 的情況 所以法蘭克... 以世紀帝國2的定位應該偏法蘭西 但如果以法蘭西的定位來說 你...你沒有... 公會制度我真的覺得怪怪的 好啦... 就大約題外話 那我們本期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下一期來聊... 波西米亞 應該... 現在應該是... 傑克吧... 印象中... 就以歷史定位來講 現在應該是屬於傑克 那我們就下一期來聊波西米亞 然後之後聊波斯吧 那就這樣 那麼我是... 呃... 我們下一期內容再見吧 你不能趕利喔 那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